世界杯的宵夜已经散去,各国国内联赛的炸火即将重新燃起,而由于在俄罗斯成为主角的球星们在赛季开始前归队训练稍晚, 小将们便迎来了在英超的前几个比赛日为球队攻城拔展的机会,但谁才是我们值得一看的新星呢? BBC体育为我们列出了六位想要在英超赛场,迈出下一步的21岁及以下的球员。 年龄,21岁上赛季,麦迪逊在与乌克兰的比赛中,完成了U21国家队的首秀。 今年夏天,狐狸城从英贯的诺维奇队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引进了麦迪逊,并与他签下了一份维奇五年的合约。 这位攻击型中场堪称定位球专家,在2016-17赛季苏杰加盟阿伯丁期间,他就用一记金氏骇俗的任意球绝杀了格拉斯哥流浪者,名声却起。 而在接下来一年,他在诺维奇一队逐渐提升自己,打近15个球,在拿下德比对手伊普斯维奇的比赛中,他同样有进球入账。 这位英格兰U21国角能在英超赛场更进一步吗? 他技术出色,转身快,进球如麻,这些都证明他可以做到。 把他描述成最令人激动的英格兰小将之一,的主教练皮埃尔,当然也是这么想的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理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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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